糟糕 小猴子你没事吧 快拉我出去 妈妈再用力点 我已经很努力了 你们倒是用力啊 我现在好难受啊 咱们一起使劲 一 二 三 哎哟 我的头还晒吧 妙妙接住了 发马过来 我才不怕你 看来你的球技也蛮不错嘛 呀 头好运啊 咱们的羽毛球掉进树洞里去了 别担心 我看他怎么把它拿出来 但是这个树洞好深啊 根本都看不到羽毛球 好像是真的呀 那这下该怎么办呀 别担心 这种时候就是我表现的时候了 你没看到我的手很长吗 我伸手进去把羽毛球拿出来就行了 我好像摸到羽毛球了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拿到羽毛球了 我的天哪 怎么抓到一只蜘蛛了 妈妈 你真是搞笑 一只小蜘蛛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想到一个办法了 你等我一下 马上回来 快看我拿来了鱼竿 咱们可以用鱼竿把羽毛球掉上来 扭扭你这个办法行不行啊 我也不知道 不过咱们可以试试 哎呀 我好像勾到东西了 怎么是一个易拉罐啊 掉了这么多东西都没有羽毛球呢 那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嘿嘿 或许我可以帮你们的忙 不过完成之后你们要请我吃香蕉 好啊 好啊 当然没问题 那就这么说定了 小猴子你要小心啊 里面有蜘蛛呢 小小蜘蛛我才不怕呢 但是我怎么好像摸不到羽毛球呢 气死我了 我直接一头扎进去看算了 小猴子快出来 这样很危险的 我的头被卡在里面了 你们快拉我出来 嘿 怎么卡这么紧啊 快点啊 我现在不能呼吸了 老天爷 终于出来了 幸好我的头没事 我先洗个手 我的手太脏了 伙伴们 我的灵感得到了启发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咱们用水灌到树洞里 等灌满之后羽毛球就会浮上来了 没想到毛毛的脑子还挺聪明的嘛 小猴子水够了吗 够了够了 我已经看到羽毛球了 嘿嘿 太棒了 终于拿到羽毛球了 现在又可以继续打羽毛球了 小猴子来和我们一起打羽毛球吧 好呀 好呀 我准备去找小伙伴玩耍 咦 是谁的甜甜圈掉这里呀 怎么这个甜甜圈还会自己动呀 我就不幸抓不到你了 嘿嘿 这下你逃不掉了吧 这也太好吃了吧 小妹妹 叔叔这里还有很多好吃的糖果哟 哇 这么多糖果我要吃 幸好没人看到 回家了 嘿 儿子我回来了 哇塞 爸爸回来了 太棒了 这下有人陪我玩了 哈哈 咦 今天爸爸穿的衣服怎么和平时不一样呢 儿子好久不见 爸爸好久不见 我好想你啊 快过来 爸爸和你一起玩 好呀 好呀 太棒了 哎呀 我的面具掉了 你不是我爸爸 现在知道的太晚了 快放我出去 和叔叔回家吧 嘿嘿嘿嘿嘿 哎呀 又失败了 小朋友一个人玩多无聊呀 来 叔叔和你一起玩吧 快来吧 人多才好玩 好呀 好呀 我来了 快放我出去 别吵了 跟叔叔回家吧 原来是这个家伙 咱们跟踪了几天终于发现了 壮壮拿出定位器来 咱们找他去 我知道他的家在哪了 表哥你快来呀 我有好东西给你看 赶快的 我就在家里 嘿 表弟我来了 有什么惊喜给我呢 表哥你快看 这些都是不怕陌生人的孩子被我抓来了 这些孩子不听爸爸妈妈的话 随便接触陌生人就容易被抓了 警察不许动 快举起手来 给我老实点进去 小朋友们记住了 不能随便接触陌生人 都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孩子们 你们没事吧 爸爸妈妈来了 幸好你